- 做事一般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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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的生活可以说都离不开咖啡 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来上那么一杯咖啡 就可以提振你一整天的精神 不过像我今天早上起来还没有喝咖啡 所以感覺就有點精神不振的感覺 那麼現在就是要去喝咖啡的時候啦 我們要去的這個地方呢 它的咖啡非常的香醇可口 重點是喝咖啡不用錢喔 而且負責沖泡的咖啡是 俊男美女任君挑選 但是我聽說這群人喔 在那邊喝咖啡聊是非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來去看看 前面那一位不就是我們有 新北京城武之稱的 鷹哥區長中藥咧區長嗎 區長好 你好 菁姐你好 區長我要跟你打一個小報告 是 我聽說啊在我們大湖社區這邊 有一群大哥大姐 他們都聚在一起喝咖啡聊是非 這樣不太好吧 你誤會了 我們的大湖社區大概平均是我們 75歲的長者聚集起來 我們組合起來的一個社區的團體 那這也是我們新北市政府輔導的 我們的英法局俱樂部 那理事長也非常用心喔 也特別召集了專家 泡咖啡的專家喔 教導我們的一些長者喔 泡咖啡的一些技能 讓他們學習到不一樣的一些技能 而且在這裡一些長者在聚集在這裡的時候 除了談天說地之外 還可以學習一些不一樣的一些東西 不一樣的技能 然後讓回去帶給其他人不一樣的一些感覺 所以我們要不要進去看一下大家的一些東西 好啊 好 跟著區長走 好 各位隊員大家早安大家好 雲長好 是是是 謝謝各位 感恩感恩謝謝各位 哇 大家好熱情歡迎你喔 謝謝謝謝 謝謝 理事長好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哇 小姐跟你說明一下 你看一進來就聞到我們的咖啡香 對不對 而且還有泡茶 大家就是會凝聚在一起 在社區裡面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社區的事情 那同時間 我也可以針對我們區內或是市府的一些政策 做一些宣傳宣導 那這邊也謝謝理事長給我們一個機會 我們凝聚大家在一起 那這邊我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有免費公車 我們有櫻科區有最好的假牙補助 那另外最近還有一個T-PAS的一個陳車的服務 用我們的敬老卡愛心卡 可以搭成我們台北基隆 包括我們新北各站的部分都可以做一些抵免 歡迎大家善用我們敬老卡愛心卡的部分 那今天我特別帶我們的金華姐來這裡看看走走 跟大家打招呼 就讓大家知道說我們社區在做什麼 對於長者的一些關懷 包含我們社區怎麼凝聚大家的一個向心力 讓大家社區過得更好 所以今天邵姊 妳一定要好好的來看看跟走走 一定一定 而且我覺得看到大家那麼開心快樂的笑容 就知道說我們新北市 我們櫻科區公所 真的是最照顧我們長輩的地方 對不對 對 謝謝 那麼今天在大湖社區發展協會裡面 所有我們這些大哥大姐們喝的咖啡 其實都是出自於我們野奶咖啡館 我們這個彭老師還有很多的一個咖啡師志工 來所所沖出來的 那想先請教這個彭老師 怎麼樣來沖出一個好喝的咖啡呢 如果好喝 當然必須要具備咖啡的知識 自己要上進要去參加 研習學習 對 還有最重要自己要喝咖啡 到底要怎麼樣沖出一壺好咖啡 是不是老師來教我一下好不好 首先我們要看 要沖咖啡之前 要看懂咖啡豆 咖啡豆 如果這個咖啡豆是烘焙比較重的 那我們的水溫要低一點 如果烘焙是輕烘焙的豆 水溫要高一點 高一點它的酸質香氣會比較夠 如果是中烘焙多 它的酸質本來就低了 是 它的香氣是比較重烘焙的那個香味會比較濃 那我們溫度要低一點 大約我們大約是85度左右 那沖的人首先你自己要沖一壺試試看 如果說這個香氣不夠 溫度要高一點 如果說已經很苦澀 那你的沖的溫度就要低一點 第一個注意沖的溫度 第二個就是粉水筆 多少克的粉要用多少克的水去沖 那個叫做粉水筆 所以我現在假設說我現在要來沖咖啡 這個約大約15克 這個15克 好那我就放進去 兩勺的話大概就30克 兩勺 那我現在應該要多少 一般喔 像一般我們沖 第一次沖我們都會用1比16來沖 1比16所以我現在 如果你這個30克 我用480克的水沖 所以我現在30克 OK 好 那這個呢 480克呢 我們這裡下面有一個計時 還有有一個計時 還有計量 哇真的啊 還有一個計量的一個 這都是專業性的 對 計量的一個棒 科學 對對對 那這樣子沖 那我的溫度呢 我現在這個溫度大約是85 85 因為這個豆子比較有一點重 這個是義式咖啡豆 義式咖啡豆都會封的比較重 所以用85度 家裡的和現在現在的精品豆 很少豐肉不重啦 那你可以用到90幾度 那我們用85度沖 好用85度來沖泡 所以會有一些數字的部分 對 好 好我開始 這是計時 計時 喔還計時 那這個是1分鐘嗎 這個是1秒 1秒 3秒 好我現在注水 首先 有人不悶蒸啦 但大部分的人 沖咖啡都會有悶蒸的過程 我們悶蒸的水 我大約是用 這個粉的兩倍 我這個30克 我用60克的水去悶蒸 悶蒸就是讓它的粉 充分的吸水 吸水以後 吸飽水以後 等一下沖它比較容易萃取出來 所以第一次就是悶蒸的一個過程 本來是 全部都是乾的 我先用加一些熱水 讓它悶 讓它全部都淨濕了 淨濕 我等一下沖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 容易把裡面的味道萃取出來 我大約 這個在這個 這個叫什麼 沖的過程 是不是需要很慢啊 那個速度有沒有 慢 快慢 會影響到它沖出來的味道 這跟沖咖啡的人的一個心境有關嗎 不是 你想要它的效果 效果有關 所以它現在整個膨脹起來 現在膨脹起來 我現在這個動作是把空氣打進去 打進去 那它裡面不會有那個空的 沒有被浸泡的地方 空氣打進去 而且把中間的那個水路打通 等一下它就不會塞粉 咖啡還有這個水路 對 不會塞粉 塞粉的話 上面有很多的水下不去 等一下會影響它那個 萃取的速度 萃取速度太慢 會變得很苦澀 現在看這個出水 感覺它慢慢的慢慢的 像我自己在家裡 我都趕時間 我都咻 這是不對的對不對 不一定 那這樣會比較淡 比較淡 對 可能沒有把它的激化 如果沖的時間太久 過久叫做過脆 過脆會苦味色味會跑出來 好 老師來 那我來 那我來試試 好 我來試試 來 你放著 好 所以我接下來 因為你剛剛已經進行兩次 我現在是用兩段式 我現在要做兩段式的沖泡 所以那我現在已經是 第二段 那我要從中間開始還是 從中間開始 那老師 這樣會不會太多 OK 中間 我要 慢慢繞 那這個繞的目的就是 製造這個濾杯裡面的擾流 擾流的意思就是 攪拌 就是攪拌 我覺得很不簡單 拉夫娜 拉夫娜意思 那我這樣子對嗎 可以 你很棒 謝謝老師的鼓勵 可是我覺得 中間多繞一些 中間多繞一些 讓這個底下 中間的粉比較厚 讓這個粉 下去再上來 充分攪拌 那我這個出水量是對的嗎 出水量很細的話 你沖泡時間會拉長 沖泡時間會拉長 出水量很大 太大 沖泡時間縮短 縮短可能味道太淡 太久 苦澀 我覺得好不容易耶 你看 我這個出水量 感覺就是忽大忽小 忽大忽小 攪拌比較不均勻 這個繞圈圈的目的是攪拌 它的目的是攪拌 所以其實 沖咖啡還是要有一點耐心對不對 要穩定 所以我現在的心不靜 讓老人來做手痛咖啡 還有一個額外的目的 額外的好處就是 讓老人的手眼協調 信任老人手眼協調 那我覺得我有點進入老年人 我手不太協調 你的水超過了 我的水超過了 超過20cc 等一下的口感會比較淡 這個一邊注水一邊看下面的數據 所以我剛剛只顧著 我都忘了看下面的數據 這個要訓練 訓練就會來 真的 我覺得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耶 這個多到20cc 多到20cc 喝起來會比較淡一點 試喝吧 試喝吧 好吧 就只能等一下 請大家評分看看 OK 但是我從剛才你泡的過程 我可以預測 是 這杯咖啡不會酸 不會酸 不會酸 社會也不太重 也不會重 對 也不會苦嗎 只是蛋 苦也許有一點點 什麼算好喝的咖啡 就是用平衡的咖啡 有一點酸又不太酸 像水果 吃水果那種感覺 水果香的那個感覺 有一點點苦又不太苦 但是要有一點甜 但是有一點點鹹 這個酸甜苦鹹 哇 對 這個人 人生啊 好像也拖不過這幾個字 但是要平衡 平衡 平衡就好喝 對人生都是要平衡 對 我們不要太酸 太苦 太澀 人生也不需要太痛苦 平衡就好了 女生不要太痛苦 也不能太甜 太甜不上勁 是 太苦太累了 太酸太悲哀了 真的 平衡就好 對 OK那我這樣子好了嗎 你要不要試喝 我自己試喝嗎 對 自己一定要先試喝 然後你沖第二斧的時候 你會修正你沖的方法 如果你覺得太酸 把溫度降低一點 太苦 不要沖那麼久 分享 自己要先喝喔 先給自己打分數 很棒啦 老師清真好 我們不但鼓勵老人喝咖啡 也鼓勵老人 手沖咖啡 真的嗎 老師你要幫我喝嗎 訓練他的專注力 訓練他的熟 熟 眼睛的協調性 對 讚 聞一下 香 我覺得沒有老師你剛剛泡的 不酸吧 不酸 對很棒 就是有點淡了 真的有點淡 你多沖20cc 多沖20cc水 我剛剛跟彭老師 現學了沖了一壺咖啡 請大家試喝 有沒有人想要試試看的 哇 好跟觀眾朋友們介紹一下 現在在我的右手邊這一位呢 就是我們大湖社區的理事長 李素貞理事長 理事長好 大家好 是 那另外一位呢 就是我們大湖社區的志工隊的一個大隊長 郭大慶 小隊長 哈哈哈哈 客氣了客氣了 其實呢兩位可以說是我們大湖社區喔 可以這麼樣活絡的重要的一個靈魂人物啦 那因為我們今天主要想說 這個野奶咖啡班 他到底當初是 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成立的呢 理事長 因為當時喔 108年 107年左右吧 那個社會局有辦一個 老人就是60歲以上 可以去學習的一個咖啡緣習課 對 那我就帶著我們的志工 就是四個人一組嘛 那我們就帶 包括我就是帶三個人 我們就四個人去學習這個咖啡回來 對 可是人家會覺得說咖啡是年輕人的玩意兒 那可能我們引發長輩 適合老人茶 對 一開始呢 我們就是去學習的時候 為了要實習嘛 那實習這一段時間呢 不知道是 我們總幹事給我的咖啡好 還是怎麼樣 就是來實習這段時間 大家喝的就是 嗯 滿 越喝越喝 喝的就變成 嗯 習慣實習這一段時間 對 對 他們就越喝越覺得好喝的樣子 就越來就是人越多過來喝這個咖啡這樣子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跟你們願意來服務也是有關係啦 對不對 你們很用心的去學習 然後沖泡住好的咖啡 跟大哥大姐們一起來分享 那個心情是不一樣 對 當時的想法是說 欸 這我們是關懷祭典嘛 就是想說給這些老人家來這裡聊聊天啊 大家 因為這個社區的關係 大家好久沒有見到的朋友 他們都能來到這裡 說大家聊個天 再增加一些連續的感覺 這樣子 那郭大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 怎麼會想說 當初是怎麼樣來到我們大湖社區這邊來定居 大湖裡這裡來定居 定居到大湖社區也是因緣際會啦 因為在年輕的時候一直在軍中服務 然後我小姨子住在大湖社區下面 也叫做大家樂社區 那偶爾有時候我們外宿放假 我就會到小姨子家裡面來休息一下 然後很偶然的機會就是散步到山上國際新城這個區域 到處看這個環境第一個空氣很好 第二個感覺到在路上行走很安全 然後整個生活很安靜 然後最主要是當初有一個游泳池 對 對游泳池在旁邊 我就說哎呦 如果說將來有這個機會能夠住到這邊 那女兒也有個機會去游泳 然後我們到時候退休以後咧 可以散散步 不去吸陷的空氣 所以因緣際會之下啦 恰好我一個學長他的房子在香檳街 有意要出售 結果我們一拍即合就買下來了 所以你來到這裡多久的時間 大概已經31年左右 31年左右 所以其實你也看到了我們整個地方的一個改變對不對 畢竟30年的時間了 而且就我所知啊 在我小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國際新城這邊 哇好人家住的地方 因為他都是別墅區 我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那你有感受到他整個一個改變嗎 30年了 30年來講的話 整個社區整個環境 還有他的氛圍是沒有什麼改變啦 但是很多人在現代的生活之下 他感覺到生活機能很重要 交通的便捷很重要 但是相對的也產生一些弊端 例如說空氣的污染 噪音的污染 噪音的污染 那整個國際新城來講 我感覺到好像大部分都是退休的軍工教 這個族群住在這邊 他們為什麼會喜歡這個環境 就如同我感受到這個環境 第一個 真的很安靜 第二個 絕對沒有噪音的污染 絕對沒有空氣的污染 越住還越喜歡 所以有時候我經常跟我太太講 你叫我到台北 或到新北市的都會區 我反而不太適應 因為走出來以後 對走出來以後 小孩子他沒有 沒有一個空間整天關在水泥沖林裡面 也是會影響到小孩子一個成長 那尤其對老人家來講 老人家最主要就是出來 要散散心 很休閒很輕鬆 很安心的一個環境之下 那我覺得大湖新城 絕對是所有退休 長者族群移居的一個地方 福地福人居 是 所以等於是像郭大哥這樣子講的話 就是蠻適合我們這些銀髮長輩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湖社區今天 能夠有這麼多的一個 我們的關懷據點能夠有這麼多的大哥大姐 其實大家聚集在一起是 彼此可以有個照應 所以這是不是我們一開始 社區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社區目前有一些課程是 老人家長輩都可以來參加對不對 對我們有 有肌耐力啦 肌耐力啦 肌耐力啦 都是做健康的 給這些老人家來健康 也有畫畫課 也有跳舞課 也有插畫課 就是給這些人 他們個別的興趣 他們是想要參加哪一種的那個課程 他們都自由能夠來參加這樣子 是 那郭大哥其實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目前地方上有一些慢慢的在做改變 因為我們從大湖這邊往山巷那邊看 其實可以看到現在的鳳鳴車站 馬上這個臨時車站也要蓋好了 未來也是會有這個一個車站在那邊 然後呢再往前一點就整個鳳鳴的重畫區 越來越熱鬧 對 而且這邊最主要是 出國最方便的地方 在國際行程 我們從國際行程自己開車到機場 半個小時就可以到 出國很便捷這個地方 對 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可以在這麼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一起老在一起的感覺 好朋友有沒有 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然後大家一直慢慢的迎接我們的一個 可能銀把的一個生活 是非常快樂的一件事 所以我看到真的 我們這邊的長輩大家那個笑容非常的開心 然後呢大家聚在一起 聊一聊天 那日子會過得比較快 所以我們提供給大家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安養老年的一個環境 是 不是政府正在推動的就是 給這些老人家有一個地方的 對 對 而且我要補充一下 剛剛理事長 是很用心 很盡心 在策劃我們大部分社區關懷 據點的一些活動 是 除了這些靜態的插花客 夜奶咖啡 泡咖啡 喝茶 以及繪畫課 舞蹈課 樂林歌唱班以外 我們還著重在動態的發展 是 我們希望長者能夠出去 走一走 不要整天好像悶在這邊 那對身體的健康 心理的一個發展 還是有侷限在那個空間裡面 所以我們的課程 除了靜態的 我們還有動態的 希望這兩者相舞相成 讓我們的長者 活的身心 越來越健康 是 越來越喜歡 我們大部社區關懷協會 各種活動的參與 天啊 我覺得你們比我們這些 算是半年輕的人 還要忙碌 生活安排的非常的一個豐富耶 對 我覺得其實這就是真的是 退休後非常好的一個生活的安排 就是好朋友們大家聚在一起 好 那我們舉杯 祝我們夜奶咖啡館成功 講到我們鷹哥 講到我們大湖社區 就不能夠不為大家來介紹 要在我身邊的這一位 就是我們的前正名代表 王世衍王代表 代表你好 謝謝 其實我剛剛介紹他代表 但其實他有個非常重要的身份 就是我們大湖社區發展協會的創會會長 所以你當時為什麼選擇在這邊定居 因為我剛來對這邊不熟 是 然後就是在公司當業務主任 然後我就一直 這邊 我的同事比較熟 結果帶到國際縣長這邊來住房子 就現在我住的那一家 這個地方 從開始在那邊 對 就買到那個 對 買那個房子 就一直住在這邊 然後 79年就當立場 79年當立場 對 那85年就創會 對 就把大湖社區來個創會 建立起來 對 建立來以後 84年我就當正名代表 當到100年就沒有代表可以當 因為我們升格 對 是 所以當初就是 聽說是一腳皮胸就來了 對 真的拚了 因為我覺得很窮 從哪裡來的 從雲林縣 雲林縣 北港再出現一個叫口湖的地方 口湖 對 哇 真的是比較鄉下南部的地方 然後就是為了生活來台 一個兩個聖誕的地方 就是北上來打拚 對 所以我們回來的出外 都有一個心態 沒有成功 絕對沒有得到回去 對對對 那你到現在後沒有回去 那你表情說 還沒成功嗎 有啦 就都回去 有啦 對啦 都代表 然後事業有成 在這裡也算是 這個落地生根 把音哥算是你的第二個家 對不對 是 你剛才說的 骨皮胸 骨皮胸流浪梨 我一定要聽你唱一首歌 來 開始嗎 開始 唱鐵條 唱鐵條 有月少 古董來流浪 不是君愛 風棚 有月無天公 有月少 一二二二三 我愛 有月少 多福 有月少 有月少 你不遲 成功 有月少 你不遲 你不遲 我不遲 來爬拼 喔 掌聲鼓勵 謝謝 剛剛我們旁邊 大哥 大姐本來還在聊天 後來聽到非常好的歌聲 他們完全記下來 沒有 他們被我這個妖怪的聲音嚇到 哪有 明明就是太好聽了 真的我覺得鷹哥喔 是很多就是 可能出外人 他們會選擇來我們這邊鷹哥定居 然後以這邊起雞對不對 那因為鷹哥以前 是一個燒死的地方 還有我們合成牌 他們任用的功能很多 所以銀林縣 張銀家 就張外 銀林 駕椅 在這邊住在落地深更的人 大概有四萬人左右 我們8萬8 鷹哥人來自在地的 大概只有五萬人左右 都是外地人來的 對 但是呢大家現在 共同在鷹哥這邊生活 其實大家就是一家人嘛 對不對 嗯 希望大家一起共好共榮 很榮幸喔 今天喔 老友在相見 還在這邊被你訪問 感到無限的榮幸 但是最主要是 我們每一屆的理事長 他做我們做得很好 但是有一些理事長 大概我都會支持 我也會幫他們做一些策劃 幫他們做一些節目主持啊 關心老人啊 關心兒童啊 做一些慈善的工作 對 很多募款喔 送給大家 去救濟一些 比較貧苦的人 像我們 五日借賬 我們設計就會綁那 都綁了 大概有 四百個到五百個的落眾 還有理事長跟我們的志工 送到我們設計的一些 弱勢的一個團體 給他們過一個好節 是 對 這就是其實大家 社區一起生活在一起 非常重要的 大家互相協助 互相幫助 哪裡有需要的 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就去幫忙 對 我覺得這就是大湖社區 真的值得我們大家 一起來學習的一個地方 謝謝 其實不是請大家 既然ola Virginia 光 真的 � agencies 泡 Fucking 粉